王國興議員 一分前輩說回我們獅子山學會反對全民老人派遣的事件之後 今日,我有些歷史想跟我們的主席分享 我們一起回答到2011年 當時我們已經說這個政策會令香港爆煲,說它是劫貧制庫 不過當時左膠思潮氾濫、煙滅全港 獅子山學會成為唯一一個堅持有資產入息審查的團體 就算我們被人指著被哥說我們冷血 我們仍然堅持反對,沒有半點的退縮 我,今天作為學會的新人 根本無法想像這班前輩在這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情況之下 當日所受的孤單、當日所受的痛苦 不過他們的最堅持是因為他們深信 只要有真理、有邏輯 就算多孤單的路我們都會走下去 而四年後的今日,香港人終於醒了 今天反對合上眼派遣的聲音、遍地開發、寫文、拍片等不同行事方式 各司各法、民意、因為真理、蘇醒了 誰知道那班多年來煽情多個邏輯的左膠派學者 例如黃紅 忽然宣布說杯葛今次這個諮詢的過程 他們一路以來沒有邏輯、沒有真理 一路是靠什麼呢?就是靠一些豪邁、協民意 不過到了今天人民蘇醒之時 主席,他說他們是杯葛 不過其實他們是歸宿 最後,記得在2010年政府推出墜低公知 有分反對的有自由黨,特別是章魚人 全民老人派遣方案,有好幾年就是由我們獅子生學會去反對的 今天這個教訓是什麼呢?政府日後有什麼政策要通過 找自由黨去反對,那就會通過了,多謝主席 袁懶遣 魔王 вм眼 怎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